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他却在这里袖手旁观 吉星辽不会被摧毁 创真他一定能推翻瑞珊的假比赛 更重要的还在后头 我必须为今后做好准备 强制退速队接着通知后陆续离开了 创真背着书包走进了吉星辽 看到创真 大家瞬间沉默了 而后一起冲上了骂他 擅自参加实际 是个愚蠢无谋的傻瓜 可骂着骂着 幽街就激动地哭成了泪人 随后小伙伴们为迎接创真的凯旋 特意举办了庆功宴 阿迪与阿勇也来凑肉脑 一进门 阿迪便开启了他一贯的书教模式 但很快他便不带书教 因为换作是他 大概也会像创真一样 为保护他的家园挺身而出 后退而言组称赞创真 打败了十节第九席 创真就说这场十节并不公平 因为出奇的人是自己 瑞珊学长中途才开始考虑泰谱 此时他更加担心到 是其他被摧毁的研究会的现状 或多亏了创真 情况才稍微有些好转 瑞珊学长不知何时的走进了宿舍 尤其还以为他背叛了大家 瑞珊竟然委屈的飙了泪 他告诉大家 由于创建在十几中获胜 迫使新总帅中村 颁布了新政策 中书将接受一切赌设计研究会 讨论会解散的十几挑战 并设立公正中立的评审员评判比赛 瑞珊的假比赛策略 也被明令废止 李奈越发觉得 吉星聊的人不可思议 宿舍走到袭击时 大家似乎都打心底相信 创尊会创造奇迹 而且连小飞也坚信着 小飞道 那是因为某种预感 如果有人能从中村手中 救出现在的远远 那个人就是创真 几天后 中村将不接受中书思想的 现实节第七席一作 第三席女墓道 及第八席九 我赶出了十节平一会 只有第十席李奈幸免 因为中村相信 女儿迟日子回到她身边 中村对一作说道 多亏了你 让我变得很忙 为了遵守你在各处暗中作梗 让大家同意的新规则 我必须得和希望取消解散的研究会比赛 由中村的士兵们出马 与研究会进行实际 中村将与希望撤消解散决定的团体 进行实际 创之为受力残党 中村实际的实力自不必说 剩下的也都是可称得上 十节预备军的实力派 趁真与朋友们决定分头行动 几人一组分别前往三个实际会场进行探查 C会场中 十节第四席宝头 对巧克力研究会 第九席瑞珊对西餐研究会 一个场地同时进行好几档实际 这还是头一回 宝头伸手利落 堪称远约第一席点师 不大一会儿 他与瑞珊变双双获胜 在这之后 中村又震上了四个研究会 研究会被迫解散 红衣小莲叫羞道 向我中村低头 才是你们唯一能走的路 忍无可忍的创真 与阿爹终于发了声 他们觉得中村单方面决定他们价值 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小莲不惜的说 我劝你们少说点蹬别的上里的话 我们是总帅选出的精英 想要自保的话 最好不要违逆我们 阿爹反唇相击 你一直强调自己是被选中的 让人感觉你对自己的料理相当没有自信 小莲被激怒 当即要跟阿爹比试 却被中村的人用胳膊夹走了 这时艾里斯与阿亮突然出现 原来艾里斯初中时 曾与最先端料理研究会进行过一场实际 赢了之后便把人家社团教室 还有器材全部独存 所以几天前 艾里斯也收到了研究会被解散的通告 本来解散也无所谓 但阿亮无法忍受 小莲把他叫做杂鱼 于是决定接受实际 创真大师给阿亮加油 此次比赛的主题实材是鲑鱼 阿亮大声吼道 实际开始 此时B会场的实际也全部结束 中村以压走性的优势大获全胜 A会场的全部实际也已结束 众多研究会向中村发起挑战 居然一场胜利都没有 宇哥我觉得那些研究会真是太弱了 任我们把视线再转回C会场 阿亮利落的剖开鲑鱼 明明刀法好爽 成品却很精细 惠子觉得阿亮比之前与自己对战时更加强大了 小莲的刀法也不赖 而且它还带来了秘密武器 艾丽丝认出内饰蒸汽对流口香和冷冻粉碎机 蒸汽对流口香是用内置风扇的热量和蒸汽强热对流的机器 一台机器就可以完成几乎所有加热烹饪 但由于操作选项过多 若不能好好理解 便很难驾驭 小莲将切好的鲑鱼咽喉 切成瓣状 卷上培根来增加油脂和眼味 放入蒸汽对流口香 进行低温烹饪 奇怪的是 一旦经用食材加热过程 小莲仿佛变了一个人 不再浮躁 而是把所有热情转移到了料理上 评审们看到屏幕上色泽鲜艳的鲑鱼棒 不禁兴奋的叫了起来 实在太漂亮了 光看就能感受到食材的柔软感 而后小莲又将鲑鱼放入了明火烤箱 一种不从下部加热 反而从上部加热 专门用来为表面上焦色 更添一份香味的机器 说话间 小莲的料理由风鲑鱼也已经完成了 评审切切一块鲑鱼棒 瞬间便闻到了一股 烘烤过后油脂的香味 好吃的简直让人悬晕 内头的是分不清生熟的柔韧感 外部却演绎着明火烤箱带来的香气 配菜是不加沙糖的鲑鱼冰激凌 把用搅拌机打成糊的鲑鱼冷冻 再放到冷冻粉碎机里制作而成的 吃过鲑鱼棒再吃冰品 不同温度的鲑鱼在舌尖上 将彼此的存在感提升到了极致 这就是所谓的温差味觉 爱丽丝在秋季选拔赛时 曾使用过这种手法 众人觉得这场比试胜负一分 阿亮去道 要下决定 也得尝过我的料理之后 说着他将俄式鲑鱼口饼 呈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一种将鲑鱼和米等食材 用一种叫布里欧修的面团包住 再进行烧烤的料理 起云19世纪俄罗斯工程的法国料理 阿亮将古物 蘑菇 红葱等蔬菜 与将牛腰米饭 和将乔曼米炒过后 做成熟乔麦混合 作为内馅加入 一口气车进去 平尾们也说不出话 布里欧修面团 将孝顺的买味 紧实的裹住 关于的鲜美与精华 在口中横冲制作 关于烤饼 一样海港男人都赞叹的手艺 完全融合在一起 和平尾们难以抉择 一位平省 干脆直接想给出平局 平尾老全去让他 再吃一次看看 因为审查队的重点 就在于留住了多少鲑鱼的美味 难道某一方的料理中 还藏着秘密 忠实的杨爱笑着说 秘密就是鲑鱼肉中的水分 小林将鲑鱼用保鲜膜包住 进行低温烹饪的过程中 将它们浸在橄榄油中 缓缓加入 橄榄油的福利 能在不对鲑鱼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加入 可以保证一滴水分也不会流失 小林得意地对阿亮说 我可以完美锁住实体的水分 鲜血优雅的加热 像你这种粗人事学不来的 这就是精英的火候 这是凭什么再次品尝起双方的料理 竟出乎意义的 全部判定阿亮的料理生出 小林这也凭什么的判断 不相信自己会输给阿亮 听吧 阿亮将一份鲑鱼烤饼递给他 请他品尝 这一口 小林便感觉鲑鱼的美味 如同鸡条般朝的西来 他终于注意到 面皮和酵料之间有一层绿色 那是掺了菠菜的可力饼 是他把鲑鱼香成的肉质 完美的掺托出来了 小林却知道 那鸡条般的美味肯定还有其他机关 不错 我在可力饼里放了我特制的调味香料 材料是百里香 牛制 大蒜和盐盐 还有干豆的培根粉末 没想到双方都用培根来搭配鲑鱼 着点于相同内容却大香径庭 那么小林的料理到底哪里存在不足呢 关键在于不均匀 人的舌头在品尝不均匀的东西时 更能感受到醇厚的风味 比如很多人喜欢 拉面汤上浮动的一层芝麻油 咖啡里加牛奶后不搅拌 再比如随便拌一下的生蛋拌饭 阿亮瞄准的正是这点 他特意将调味香料 不均匀的掺到效力 这样就有了能直接尝到 关于味道的部分 还有混入培根鲜味后 味道更加浓厚的部分 这两部分每次咬下去 美味会阶段性的刺激舌头 鲑鱼的美味便会层层递进的在口中炸裂 老全说道 一眼看着去小林的料理更加优秀 但阿亮用面皮和可力饼 牢牢留住了鲑鱼美味的同时 让鲑鱼的美味加速展现 小林有些愕然 他认定故意不均匀的撒上香辛料 这种细腻的想法 阿亮在秋季选拔时是没有的 确实如此 一个月前阿亮被派到咖啡店进行实地营修 主厨抱怨他对香料一窍不通 后患没请香料增加一二身来营修 阿亮很是不服 暗下决心又将香料的精髓和使用方法学的手 正因如此 他才有了战胜强敌小林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句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能用哟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